美国和伊朗紧张关系最近急剧的升级 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12号表示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 对伊朗来说是一个机会 如果美国人采取行动 伊朗将给予美国致命一击 目前美军已经向中东地区部署了 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和B-52型轰炸机特前队 还有一艘两栖攻击舰和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即将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支援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司令哈吉扎德表示 美国一艘航母上搭载着至少40至50架飞机 以及有6000名兵力 这在过去对伊朗来说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 但现在伊朗认为这些只是打击的目标 威胁已经转变为机遇 如果美国人采取行动 伊朗将给美国致命一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12号表示 美国已经在中东地区发动了心理战 萨拉米对于美方动向进行密切关注 他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 来了又走 走了又来 本来就是一种常态 目前只是为了进行心理战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此前援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科斯拉维的话说 伊朗武装部队观察到林肯号航母 早在20多天前就已经进入地中海 了解了 了解了 了解了